环球时报报道 被中国网友称为御用摄影师的日本自卫队舰机 近日再次密集跟踪拍摄中国海军舰艇 连续穿航日本周边海峡形成绕日之势的情况 军事专家11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中国海军编队的常态化远海训练合理合法 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1日发布消息称 当日海上自卫队在位于日本南部的虚美兽岛以东 约90公里的海域 发现由一艘055型万吨大区 一艘052D型驱逐舰 一艘054A型护卫舰 以及一艘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随后该编队穿航须美兽岛与鸟岛之间的海域并向西前进 日方还表示 该编队在4月30日从东海穿越对玛海峡进入日本海 随后在5月6日从日本海穿航宗谷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路线显示 中方舰艇正在日本周边海域形成顺时针绕行之势 与以往日方发布相关信息类似 本次御用摄影师依旧拍摄了中国海军舰艇的照片 声称对中方舰艇进行警戒监视 军事专家宋忠平时一直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这次055型万吨大区编队穿越日本周边的几个海峡 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中国海军舰艇到西太进行原海训练和巡航 已实现了常态化 而对马海峡 松古海峡 京青海峡 大雨海峡等都是国际水道 中国舰艇的穿航完全合理合法 中文字幕提供